为善不欲人知 艺人明道去年被拍到陪着妈妈 在板桥菜市场卖地瓜 这样的画面令大家印象深刻 结果现在又被爆料 是他为善不欲人知的一面 他默默帮助新竹的一所国小的弱势孩童 捐赠每日爱心早餐 让他们不必再挨饿上学 那么小朋友们也写了一大张的卡片 来表达感谢 谢谢明道哥哥的早餐 大大卡片上贴满小朋友和明道的合照 学校的爱心早餐 因为明道的爱心免于停摆 教祖福让我吃这些好吃的早餐 新竹仙这所国小因为县府 停止补助校园的爱心早餐 艺人明道得知消息 立刻捐款超过百万元 原来明道从小家境并不好 十岁时就得到菜市场帮忙卖菜 来哦好吃的地瓜哦 来来来要收摊了要收摊了 一斤十五块一斤十五块 赶快不然就没有了哦 如今您收入破亿的他 希望也能为弱势的小朋友付出行李 虽然现在进去大陆 演艺事业有成 但孝顺的他还是多次被拍到 撑伞陪着妈妈市场摆摊 真的不要 这真的没什么 如果有一件事是你从小就一直在做的 就即便哪一天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你在做那件事情 你都还是会觉得很舒服 江星比星明道身体力行 关怀弱势 爱心遵缓更是伪善不于人知 那先生很低调啦 那口就答应的说他要任养 总共十所学校 那加上基金会的 我们总共一起合作 赞助一百八十六位同学 一年份的爱心早餐 非常谢谢艺人明道 他这么有这么大的一个爱心 那持续的呢 一直关注这些孩子 并且呢用阳光早餐的方式 让他们呢能够有很好的一个 就是身体健康的部分呢 得到很好的照顾 大笔捐款让贫穷孩子 免于挨饿上学 行山市集感动校方及孩子外 还更希望抛砖引玉 有更多人能够关心身边人 让这份爱继续传下去 记者闫日龙将有赞新竹报道